哈喽小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画一下我的夏日系列的第二幅小花花 今天用到的油画棒主要就是这些颜色 我们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那首先我们用彩铅 把画面当中花朵的位置给它定好 在定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这个花的一个走势 还有这种高低起伏的感觉 有些花比较大一点 有的话就是稍微小一点作为一个点缀 所以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先把这个位置构图定好 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花朵的位置 因为叶子呢被我给盖掉了到后面啊 好的我们第一步拿出这样的薄荷绿 把这个背景空白的地方呢给它平涂一遍 在平涂的时候要绕开这些花朵的地方 那枝叶呢它比较细 所以稍微盖掉一点也是没关系的 好这时候我们用刮刀刮这样的白色 先从这个花苞的最下面刮起 从下往上 然后用鲜红色 把这个上半部分稍微深一点的颜色给它带一点 然后在刮的过程当中我们上下给它调整一下 好这时候我们开始刮这一朵稍微大一点的 同样的方法也都是从外往里面 注意这样的话更好的控制好它的一个方向感 那这边的小花也同样的 每一笔下去都是一笔成型 那花瓣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刮个两笔 让它的花瓣更加的圆润 让这边的小橱橘想就是比较好刮一点 好我们这时候用橘红色做它的一个花心 再用橘红色把刚刚的鲜红色上面再来一点点 让它的颜色丰富一点 这时候我们拿出天蓝色 把这个旁边的这几朵这样的小橱橘也给它带上 先把蓝色部分都统一 然后这时候拿出新蓝色 把这个颜色变淡一点 等会儿呢我们还要用到白色 把这个蓝色变得更淡一点 就是让它有一些深浅的变化 这时候我们拿出橘黄 把这个花心先打一遍底 这时候再用黄色更黄之类的 再给它丰富一下花心部分 这边的小花也同样的 我们要注意这个叶子的走势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用到草绿或者是橄榄绿 把这个叶子还有花托还有茎都给它刮上 在刮这种细细长长茎的时候 我都喜欢分段式的先给它把位置定好 然后呢我们再用刮刀给它连接起来 在连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用稍微尖头一点的小刮刀 然后找到一定的方向 从上往下或者是从下往上顺着走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连成一条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是怎么操作的 对就稍微顺着来一点点就好了 好这时候我们再用大号刮刀 把这些花瓣的颜色或者层次再给它丰富一点 这时候我们再用到各黄或者是黄色做点小球球 按压在中间做它的花心部分 黄色你也可以用到深浅不一样的黄色做它的花心 这样颜色也会有一些变化 更加的有层次一点 这时候我们用白色把旁边的那种小花点缀点缀 再用这样的橘黄把这花的颜色有一些变化出来 从里往外有一种从深到浅的一个变化 好的我们这时候呢把这边的枝叶再给它修修 就是有些地方是深颜色的绿 有些地方稍微浅一点 让它有一些深浅的变化 然后叶子的一些形状 我们也要注意怎样把它这种轮廓的特点找到 你就可以从外往里面画 这样它的一个细节你就更好地控制 这时候我们拿出这样的一个香芋子 把这个空的地方呢适当地点缀一点 这样的小小的紫色的花花 让这个画面当中这个颜色稍微丰富一点 局部点缀就可以了 当时视频录到这里的时候 我手机没电了 我都没反应过来 所以最后有一小段没录进去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整理的效果 那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尝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